达文西、拉斐尔、米开朗基罗以及波提切利、卡拉瓦乔 五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上百幅画作 投影在高达五米的环场剧目与地面 搭配背景音乐创造令人震撼的540度环场沉浸式体验 会动的文艺复兴集结文艺复兴时期300年最具代表性的画作 要让观众一次看个够 我们做了一个20x20公尺的一个面积 利用墙高5米加上地面 形成一个540度的一个光影跟音乐的一个搭配的一个效果 我们称之为叫做立体式的沉浸体验 那这个展览比较特别是过去我们台湾做过几次文艺复兴的展览 但到是不是都只做达文西或是米开朗基罗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把文艺复兴300年的精华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们这次跟国外的大的有名的博物馆36家合作 一共取得了文艺复兴300年里面24位大师的200多幅画作 分别以动态与精彩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观众在目前没有办法出国的当下 来看这个展览是最好的一个微旅行 走进展场仿佛回到600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的时光走廊 最后的晚餐 创世纪还有爱神维纳斯 蒙娜丽莎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超过200幅作品 让观众回到文艺复兴时期欣赏24位大师的艺术风采 当然提到文艺复兴最著名就是文艺复兴三杰 但是我们同时也把波提切利跟卡拉瓦桥 这两位大师的剧作也第一次介绍给我们的国人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次所有的音乐 都是用文艺复兴当时的音乐 同时呢也请意大利的音乐大师来重新来普取 所以这不但是一个沉浸式的观众 更可以说是极致的深光之美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好看好听 好玩好拍好买的一个效果 展览最大焦点就是将百花大教堂的穹顶诗壁画 从意大利佛罗伦斯搬到台湾来 在九公尺高的充气巨蛋内 近距离欣赏百花大教堂红砖大圆拱顶的壮丽红尾 以及诗壁画末日审判繁复精细的构图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打造了 全台湾第一颗充气巨蛋 它的高度是九米 把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的穹顶壁画 用动画的方式来表现 你到现场去因为它很高 53公尺 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细节 但是我们透过现代科技的演绎 可以让到极致的这个深光 然后可以看到细节 等于也就是说你现在没办法出国当下 是可以等于就置身于佛罗伦斯 我们这个展览原来是去年的夏天 要在台北跟高雄两地同时来做世界的首展 但因为碰到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在两年多以前开始策展之后 根本没想到会发生疫情 那文艺复兴当年就是因为黑死病催生 才有了文艺复兴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展览 是因为疫情而生 注定要跟疫情并存的一个展览 会动的文艺复兴从即日起 在台北花博流星馆展出到5月2号 6月3号到9月11 则是在高雄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展出 台湾首展后 主办单位计划到国外开展 让各国看见台湾的艺术软实力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